如果你想要成功,这五件事情千万不要做 第一件,不要去玩游戏 除非你玩游戏能够给你带来收入 否则我不建议你去玩游戏 可能很多人会说,玩游戏怎么了 玩游戏很正常呀,大家都在玩游戏呀 甚至还有的人会说,玩游戏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呀 不,这些都是借口 你有见过几个成功的人是天天趴在电脑前打游戏吗 天天抱着手机在玩手机游戏吗 你可能还会说,玩游戏只是我消遣时间的一种方法 当我在等登机的时候,当我在大巴车上的时候 当我等人的时候,你不让我玩游戏,你让我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你可以看书,你可以阅读 甚至你可以拿出手机上网去学习你想学习的东西 没有必要非得去玩游戏 玩游戏并不是你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不管我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还是在其他的国家 我经常能够见到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 他们有时候在休息的场所,有时候在工作的场所 甚至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都会把手机拿出来,开始玩游戏 甚至游戏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然,这是错误的 如果你还有玩游戏的这个习惯 我真的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改掉这个习惯 第二点,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有些人在生活中找借口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 比如在工作中,你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 当老板责问你的时候,你却说是同事的问题 是公司的问题,是电脑的问题,就是不是我的问题 在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发生了争吵 丈夫是一个喜欢找借口的人 每次他都会说,都是你的错,是你造成这样的问题 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 除了这些之外,在平常的生活之中 很多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比如说我迟到了 明明是你自己起碗了 但是你还需要找一个借口说 是闹钟没有响 或者是闹钟的声音太小了 当你运用这样的借口成功的骗过其他人 你的心里可能还会庆幸 下一次我还要用这样的方法 只不过不是闹钟坏了 是手机坏了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找借口 做任何事情,包括最小的事情 你都不要找借口 自己的错就是自己的错 不要责怪任何人 不要转移到任何事物或人的身上 第三点 不要浪费时间 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是最珍贵的东西 也是你有多少钱都无法购买它的东西 但是就是这样比金钱还要珍贵的东西 我们很多人都在浪费它 有一些人 早上呢 愿意睡觉睡到十点 或者有些人觉得自己还年轻 自己的时间有大把大把的 无所谓 我可以随便的浪费它 我一个早餐可以在那慢慢的吃一个小时 我去上一个卫生间 可以在卫生间里面待半个小时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在浪费这些时间的时候 那些成功的人 他们在如何对待时间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不仅不浪费时间 而且还非常非常的珍惜时间 他们甚至恨不得把一个小时 变成两个小时来使用 包括我在内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 我紧接着会做些运动 然后会开始学习 去阅读 去学习任何我想学习的东西 你可以试想一下 五点半或者六点起床的人 比这些七点或者八点九点起床的人 要多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你知道 时间是金钱购买不了的东西 多出来的时间 它的价值比金钱更多 你可能会觉得 它每天只是比我多出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而已 会怎么样 但是你算过吗 一天只有一个小时 十天呢 一百天呢 一年呢 十年呢 它的人生会比你的人生多出多少时间 而这些时间 它可以用来做它任何想做的事情 你应该了解到这一个事实 人的这一生就按一百岁来说 其中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在睡觉中度过的 我们真正能够使用的生命 可能只有五十年 所以这么短的时间 你还不去珍惜你的时间 反而去浪费它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种心理现象在作怪 这种心理现象 我用一个中国的成语 可以来形容 就叫做理所应当 一旦你认为任何事情 是理所应当的 那么你就不会去珍惜它 当我们呼吸每一口空气的时候 有人会想过空气是怎么来的吗 有人会去珍惜这个空气吗 因为大家觉得 我呼吸空气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去珍惜它呢 所有人都在呼吸这个空气 为什么我偏偏要去珍惜它呢 我不在乎 还有 每天太阳都会升起 太阳的光芒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但是有人会去珍惜太阳的光芒吗 很多人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太阳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 它就有了 我认为它就是理所应当的 它每天出来 它就必须的为我服务 我的时间也是理所应当的 既然是理所应当的 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它是我的时间 以上的这些观点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借口 如果你想成功 甚至想改变你的人生 我建议你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并不是取之无尽的 第四点 不要不关心你的身体 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有钱 你想要照顾你的家庭 你想要照顾你的孩子 你想要照顾你的父母 你想要创出你的一番事业 等等等等 这都需要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你必须拥有健康的身体 如果你的身体不再健康 你有了疾病 你如何去为以上的这些目标去奋斗 You can't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 就是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是大部分人 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就像所有政府和医疗机构 都会告诉你 吸烟是有害健康的 它会导致癌症 它会导致你过早的死亡 它会导致很多的突发疾病 但是呢 很多人根本不听 他该抽烟还是抽烟 还有一些人 明知道二手烟 会对其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但是他还是继续的抽 在他的老婆 在他的孩子面前 在他的父母面前抽这个烟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心理现象 我想用最简单的话 告诉大家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呢 我们就叫他 不会立刻死 所以我不在乎 这句话是最恰当描写 这部分人的心理 不会立刻死 所以我不在乎 对 所有政府和医疗机关 都告诉我吸烟有害健康 但是那都是之后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为之后的事情担心呢 现在我只是想享受 我每次抽烟的时刻 所以这里又反映出 上一点我讲到的那个现象 理所应当 你认为身体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你怎么折腾都无所谓 这是理所应当的 除了抽烟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消耗你身体的坏习惯 喝酒 熬夜 等等等等 在这里我真的建议大家 尤其是男性朋友 包括现在一些抽烟的女性朋友 不要再去抽烟了 酒 你可以少喝一点 但是烟一定不要抽 最后一点 不要忽视你的爱人 如果你是女人 我希望你不要忽视你的丈夫 如果你是男人 我希望你不要忽视你的老婆 有些人会说 成功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自己努力 自己奋斗 自己可以取得成功 对 有一些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了成功 但是你看大部分的成功人士 如果是一个男性的成功者 他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妻子 如果是一个女性成功者的背后 也一定会有一个完全支持他的丈夫 一些人可能太为了想成功 甚至拼了命的去付出 拼了命的去努力 但是在他付出 在他努力的过程中 他往往忽视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他忽视了他的妻子 他忽视了他的丈夫 即使你成功了 有一天你黯然回首 你也会有一丝丝的伤感 在你成功的时候 可能你曾经最爱的人 并不在身边陪着你 或者说是你最爱的人 并没有陪着你度过你最艰难的时刻 我建议你做的是 在你朝梦想 朝成功奋斗拼搏的路上 不要忘记你的爱人 你需要给你的爱人一些关怀 关爱 你的爱人同样也会全力的支持你 为你付出一切 如果有了你爱人的帮助 不管是精神上的帮助 还是物质上的帮助 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都没有离开你 这样有一天你成功了 你不光会为自己 所创就的成功而感到自豪 你更会因为你所爱的人 还陪在你的身边 你和你所爱的人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 拼搏出今天的成就 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幸福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